李嘉芬来到彰化为张汉天站台 天下最黑的 韩国瑜夫妻最黑 第二名才是李张汉天 所以不要担心 安慰张汉天同时 李嘉芬更称赞她是铁汉柔情 从她推出的动短阵线 可见很爱太太 像自己结婚十年才生第一个小孩 之后隔三年再三年 共生了三个小孩 过程很辛苦 话风一转更提到韩国瑜和她的感情 李嘉芬隔空向韩国瑜喊话 来到同党候选人柯成坊的场合 更未复暴躯 黑是有用的 真的黑是有用的 当我先生背黑的时候 大家一直在讲王小姐的时候 有一天我接到我一个海外的朋友 传给我一个讯息 就告诉我说 嘉芬你不要难过 人难免都会做错事 我就说你在说什么呀 连我的好朋友都害怕起来了 连赶两场 李嘉芬炮轰执政党也不忘打空物 自王小姐事件后 夫妻俩很少同框现身 如今大夫拼选战 上台大谈夫妻被黑 感情成为焦点 火力全开 三兄许说的谈论文终话不倒 这句话很有意思 跟韩国语喊话说 你如果不爱我你就害啊 你就惨了 年黄哥你怎么解读这一句话 里面富含的比较深的意义 这句话通常我想有结过婚的人 大概都可以很理解这句话 就太太或是先生笑笑地跟你讲 你如果不爱我你就会惨了 你这个是塞奈式的说法 对了 这个看每一对夫妻相处的经验 就是说你通常 我觉得这对夫妻也算是人间至宝 做先生的在这么珍贵的 总统候选人的证件会上 花了大概两分钟跟太太放散 然后李嘉芬在一个 也算是肇事场合 在跟 好吧我们不要那么恶意解读说 他在警告先生 我们也把他董做他塞奈就好了 你把他们的同事塞奈 我觉得这对夫妻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要打情骂俏 请回家里把门关起来 你们爱怎么打情骂俏我都没意见 没有必要在公开的场合演这种戏 因为选民并不想看 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 我们都不关心你们夫妻感情好不好 你们感情好我给你们同事 给你祝福 可是你的夫妻感情好不好 跟你要不要选总统 还有你适不适合当总统 这是两回事 今天大家关心的并不是你们夫妻感情好不好 而是引起大家讨论你们夫妻感情的那个原因 那个原因大家就知道就是王小姐 就是六百万 就这么简单 结果你们把这个主要的原因 把这个事情的主要 造成这个事件主要原因 你放的都不理 然后呢 故意去讨论夫妻感情 可是我觉得韩国瑜 你们跟韩半也很奇怪啊 你们韩半不是最讨厌人家去问你的私生活吗 说这是私生活 选举不要选到这个满门超窄 那你干嘛没事自己在那边讲私生活呢 今天是你自己要把私生活拿出来讲 谢谢大家